一星期一本书 说话了 底下最高赞的回答特别扎心 说错话的亏 吃一次就够了 说话是天性 而不说则是种修行 人生暂世不是万事皆可言 有些话只适合藏 不适合说 正所谓言为心生 语为心静 说话有耻言语有度 是我们一辈子的修行 不忘义是尊重 曾广玄闻中有言 守口如瓶 防疫如成 宁可赴我 切莫赴人 守住口 其实就是守住心 守得住底线 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这个世界上 从不缺能收会道之人 缺的是能守口如瓶 不轻易评价他人的善良 有时候针不扎在自己身上 永远不知道对方有多痛 在电影搜索中 高圆圆是演的夜兰秋 是家上市公司的都市白领 夜兰秋戴着墨镜坐在公交车上 遇到为老大爷要求让座时 心情沮丧的他没搭理 大爷开始阴阳怪气地卖惨 不就一个座位吗 不坐我就累死了 累不死 就算这座位啊 我让给这姑娘了 成不成啊 可是没想到 众人狂轰乱炸般的指责 开始向他扑面砸来 我在这车上这么久了 还真没见过这样的人 长得人模人样的 不干人事 什么素质 什么教养 更不巧的是 整个过程被记者偷偷拍下 又被资深制作人 放到电视台上播出 在舆论的推波助澜下 时间开始发酵 引发了社会的热议 毫无意外 夜兰秋成了人人寒大的 过街老鼠 周边竟是冷嘲热讽的 喊骂声 然而真相如何 并没有人去关心 更没有人去了解 他究竟经历了什么 事实上 在上车之前 夜兰秋意外得知 自己已经淋巴爱晚期 面对这一噩耗 他无法接受 也无法面对 脑袋一片空白 他想向大众解释和道歉 但大家似乎并不关心 最后 夜兰秋在舆论与并魔的 伤重折磨下 选择了自杀 慈善家贝林曾说 不要妄自揣测别人 我们需要腾出空间和机会 迎接一颗纯洁和善良的心 天地之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总会遇到点不一样的故事 在未知全貌时 请别贸然指责别人 更别轻易给别人下定义 贴标签 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 别人会因为这样的言语暴力 遭受多大的伤害 善而为人 请保持善良 不要随意评价别人的三观和五观 更不要轻易打扰别人的幸福 多站在别人的角度上考虑问题 添一点体谅 加三分尊重 不食言是种涵养 礼祭坛宫里有这样一则故事 战国时期遭遇了百年一见的大汉 多月未雨 百姓食不果腹 眼看着许多人都要被饿死了 齐国有位名叫钱熬的人 心地善良 他不忍心见百姓受灾 于是就在路边摆摊失洲 究竟贫苦 但路过的人不知此处有食物 他大声吆喝着 这里有食物 大家赶紧来吃吧 这时一个恶汉走过来 边用袖子遮住脸 还不断伸吟着 看起来非常痛苦的样子 钱熬立刻拿起包子冲他喊道 喂 过来 我给你东西吃 但那人像没听见似的 理也不理他 钱熬又连忙嚷道 嗨 你聋了吗 听到没有 给你吃的 恶汉停下了脚步 瞪着钱熬说 收起你的东西吧 别以为我会接受你的施舍 我宁愿饿死 也不会吃你的东西 正如心理专家 马歇尔卢森保说的那样 也许我们并不认为 自己的谈话方式是暴力的 但语言却是常常引发 自己和他人的痛苦 有时候 你不经意的言语 可能就会服了别人的性 伤了别人的心 请记住 不要总把毒舌当幽默 把刻薄当成谈帅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自己脱口而出的话 会给别人带来怎样的伤害 招惹怎样的麻烦 有教养的人 不会因失言让人尴尬 更不会因毒言 使人心痛 其实有时候 说话拐个弯 就是对别人 最好的善意和体贴 都说 言辞是行动的影子 你说的话 往往代表着 你的修养和行为 与人交流 切记三思而后行 思量再素之 看过一则 颇有禅意的故事 一位弟子 匆匆忙忙地 跑来找禅师 师父 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 你绝对想想不到的 等一下 禅师毫不留情地 制止了他 你要说的这三件事情 用三个筛子 筛过了吗 三个筛子 哪三个筛子呀 弟子不解地问 第一个筛子是真实 你告诉我的事 是真实的吗 不知道 我是从机上听来的 大家都这么说 弟子答道 好 那就用第二个筛子 去检查 禅师接着说 就算不是真实的 也应该是善意的吧 弟子头出地摇摇头说 不 正好相反 禅师不厌其烦地 继续说 我们用第三个筛子 继续看看 你这么急切要告诉我 事情是很重要的吗 弟子回答 并不是那么重要 禅师语重心长地说道 既然你要告诉我的事情 既不重要 又不是出于善意 更不知道是真是假 那何必说出来呢 说了也只会 吐增烦恼 人在世间走 学说话不难 难的是会说话 若你所说的话 不比沉默有价值 选择事实止言 才是明智之取 很多人往往在经历了 岁月的洗礼后 才了悟 很多话本不必言说 说出来只是给自己的心 增加负累罢了 凡是开口前先过滤 守住自己的口叶 不要让它肆意妄为 正所谓言不再多 心言则贵 善言则巧 该说的说 不该说的不说 才是人生的大智慧 世事烦扰 喧哗万象 永远不要把说话 当成一件无关痛痒的事 言语 就像是一把双刃卷 既能让你暖如步驳 也可让你痛如刀割 愿我们修好心门 拔好口观 用言语添魅力 让生活添美意 如此 逍遥自在 过一生 共勉 好了 今晚能和大家分享的文章 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守候 喜欢我们文章的朋友 也不要忘记了 在文末给我们点个赞看 让我们相约明天 也祝各位 每晚好梦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